小鴨車隊正式上路了 耶 這次剛好今年是逢黃色小鴨十年回娘家的重要的時間 那我們這次也是非常的榮幸 也是非常的開心可以跟高雄市政府再次攜手合作 2024年高雄Wonderland的冬日遊樂園的活動 並且這次我們跟這個活動的主角黃色小鴨 有一起推出一個聯名的小鴨車隊 那小鴨車隊的車頭還有車身都有貼上可愛的黃色小鴨 為民眾跟遊客在搭車的時候創造一些驚喜感 那同時也藉由小黃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特性 我們一起為高雄增添明亮溫暖的一個充滿活力的都市形象 哇這上面的字樣我就愛高雄鴨 十年前的萬人空巷就在我們各位好朋友的後方 就是愛河灣 跟現在剛好是十年 這睽違十年可以看得到整個景象改變 可以說是高雄十年的這個大蛻變 我們這一次請霍芙曼先生的藝術家 把小鴨再回到高雄 只要是要讓所有前臺灣的民眾 來見證這十年的高雄亞洲新灣區的一個蛻變 被崔封蔓,去攝來遊戲 中文字幕——YK